一只便衣的超级蜘蛛 悄悄地爬到男人的脖子上 狠狠地亲了他一口 这酸爽让他张大了嘴巴 随后在地铁上睡觉时 怪事发生了 一个调皮的小伙子把酒瓶放在他头上 一滴水珠流到男人的眉心 男人瞬间惊醒 一个猛子就窜到了车顶上 中人都震惊了 男人自己也梦圈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酒水洒在了黑妹身上 他连忙起身向女人道歉 结果手竟粘在了对方的衣服上 怎么都扯不下来 不料男人反应神速 顺时将他打翻在地 其他几人也趁机对他出色 结果却被他全部打翻 连柱子都被他拆了下来 他疑惑地看着手心 难以置信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男人名叫彼得帕克 是一名普通高中生 年幼时父母就离他而去 是叔叔婶婶把他抚养长大 回到家 帕克食欲大长 他用极快的速度抓住了一只苍� 然后肌肉味噶崩萃 他又冲向冰箱 抓起一块肉饼就往嘴里塞 接着又拿出一大堆吃的 把叔叔婶婶都看呆了 接着他再照镜子时 突然发现自己脖子上有根蛛丝 一拉蛛丝竟然连着伤口 上面还挂着那只轻塌的蜘蛛 蜘蛛已经完成了使命 第二天早上 闹钟响起被他一轩打包 准备洗漱 轻轻一用力整对牙膏被击飞 水龙头一碰就断 门把手也是脆弱不堪 不仅如此 他的感官也变得异常灵敏 墙上的蜘蛛看一眼就知道是公事母 不知所措的帕克想上网查阅资料 案件却直接粘在了手上 这天在地下室 帕克以外翻到了父亲的公文包 他从包里翻出了一张父亲和一个男人的合影 叔叔告诉他 这是他父亲的同事康纳斯博士 于是他找到了康纳斯博士 询问他化物种基因有可能做到 博士告诉他 自己和他父亲就是在一起研究化物种基因遗址 但实验进行到一半时 帕克的父亲就消失了 只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衰变公事 这个公事帕克在父亲的文件里见过 于是他将公事写在纸上交给了博士 博士惊呆了 自己苦心钻研了多年的公事 竟被一个高中生给破解了 博士邀请他来协助自己完成实验 回到学校的帕克 正乔遇见闪电正在欺负一个女生 他身体一斜就接住了蓝犬 有了超能力的他决定教训闪电一顿 帕克单手拿球让闪电自己拿 闪电刚要来拿球 帕克又快速拿开 然后直接在他头上转了一圈 再把学丢到他背上 纷纷地戏耍了他一番 愤怒的闪电响和帕克单挑迎回场子 帕克也毫不客气 他照翻闪电 然后动身一跃 这盘操作奥尼尔看着直播内行 因此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 甚至还得到了德温的亲爱 看着泡沫跳跳的样子别提都开心了 放学后 帕克来到了博士的实验室 博士的计划是把蜥蜴的再生基因 移植到断植的小白鼠身上 两人说干就干 虽然经历了几次失败 但最终实验还是成功了 晚上回到家 帕克因为忘了接没审 被叔叔好一顿训斥 安妮奇的帕克一气之下摔门而出 帕克来到附近的商店 他亲眼目睹为一场抢劫 但他却选择了视而不见 不料却被出来找帕克的叔叔撞见 叔叔上前阻止 却被劫匪开枪击中 帕克闻声赶到尸 却发现叔叔已经动枪倒地 为了给叔叔报床 他每天晚上戴着面具 四处雄找凶手 白天他就在家里研究 蛛丝发射器